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前总统欧巴马竞争对手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今天表示 他将把票投给总统川普挑选的最高法院候选人 罗姆尼强调在总统大选之前考虑最高法院候选人十分公平 虽然白宫和参议院有同一个政党控制 但2016年的情况也是如出一辙 罗姆尼说共和党目前将最高法院这一空缺视为极大的机遇 如果竞选成功 他们就能把以保守派为主的法官群体推上最高法庭 总统川普预计将在本周五或周六宣布候选人 同时他还希望参议院能够跳过听证会的步骤 以加快投票的速度 总统川普政府宣布纽约西雅图和俄勒冈州 波特兰这三地的市政府放任混乱 扬言将针对暴动扣住联邦援助款项 川普这个举动是试图推升他法治形象 希望能让他一举联11月大选赢得连任 本月稍早川普要求司法部点名放任混乱暴力 以及破坏美国城市的市政府 近几个月来全美翻种族歧视、示威遍地开花 而司法部指控纽约波特兰和西雅图市政府 未能控制当地人口 说这三地枪击、抗疫和打劫世界增加 然而司法部却未点名 迷尼苏达州和威斯康星州 这两个11月大选关键州那几个城市的暴力问题 尽管这几个地方的反警暴力示威也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纽约市长白丝毫赤联邦政府这一不为总统川普的另一场心计 还说川普扣住我们的资金属危险行为 洛杉矶执法部门宣布于9月12日 在康普顿地区被不明男子枪击的31岁女警官 目前也已经出院 部门在昨日推文表示第二名女警官已大致痊愈 然而完全康复的道路还将十分的漫长 目前洛杉矶监事会筹集了28万美元的全赏奖金 而私人捐款也已经超过了25万 任何有持枪者信息的市民区域 与执法部门联系 电话是323-890-5500 国家剧风中心表示热带风暴贝塔 昨晚在德州西南沿海地区登陆 德州和路易斯安纳州都面临狂风暴雨的威胁 根据预报热带风暴在离安较远的地方便开始叙事 这增加了发生巨大洪水的可能 此外热带风暴移动速度较慢 也加剧了破坏性暴雨的可能 德州政府为预防热带风暴贝塔在29个旋 宣布了灾难状态 相关地区已经出现了暴雨和抢风天气 德州州长则呼吁风暴路径的区域内的居民保持警觉 随时采取必要的措施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